台大校长杨畔池也是中研院院士 挥挥手不说话 快速走进评议会会场 前副院长曾志朗也提早一个小时到达 曾志朗连说两次选最好的就好 因为这场评议会其中一项讨论项目 是70名评议员要推举三位下一届的院长候选人 前中研院院长黎远哲在后顶案风波后 曾给现任院长翁启慧许多建议 但他来参加评议会不多做回应 我们有一定的做法 评议会有一定的 李远哲只强调临选三位院长候选人 评议会有一定的做法 中研院一年大约举办四场评议会 主席是现任院长 王启慧上午提早到场 避开了媒体 主持大部分的议题 但等到评选下一届院长候选人时 按照规定他得先离席 避开临选作业 与会的评议员大部分都低调不发言 但也有院士担心 翁启慧申陷号顶案后 会降低优秀人才除任院长议院 他滞留美国时 已经有院士联署 呼吁翁启慧自行将此案 交付伦理委员会审议 回国前一晚 还有14位研究员提出4点声明 要翁启慧承担这一次 危机和院内治理失序之责 而现在检调侦查浩顶社内线交易案 已经转为真字案 浩顶董事长张念慈等5人 转列为被告 市林地检署也不排除 最快在下周传唤翁启慧说明 TVB新闻陈又翔 江明汉 红彩轮SNG小组台北 采访不到